植物人案例 头上包着在旁边床室里放着电暖器 再就是姜汤 他咳的就是姜汤 再给他喝头部原始点 然后上训绝原始点 然后姐夫原始点 我说先把头脑 再一个不让他死训绝 就是先把主要的原理讲 别让他死掉就行 第二天因为我们家的亲戚 他们都知道 我媳妇妈妈呀 她姐姐呀妹妹呀 他们都来了 来得多 一来就说了一来就说 人成是这样的 你看植物人了 喝个姜汤 拿个袋子给他盖上 就能好吗 因为他就不懂 我说你们别急 我是他的男的 你们也知道 我给你们喊急 你放心 因为我学习 我心里懂 我多少人 因为我治好了 再一个我心里的这件事 我多少人 我在那推大了 我说不可能把我的人送到医院 这个人讲不通的 别人觉得 我留着好了 你自己的家人又送了医院进来 我说我们以后能做原始点吗 那两边就来的人 我们一块的 很一瓦 多得很 每天来到医老学 扛着这个 他说那你这个怎么弄 每天我和你盖 红豆袋 人群那样的 我说你别急 老公我说你 我们哪试试做啊 他说怎么能试试 我说你过来几天你来 让他别人说话 他说别人成了这样的 你怎么说话 我说你看嘛 现在你先别急 到医院 那现在在这躺着 我说你怎么办 那医院去 我说肯定他要开门 我说不懂 我就这样弄 就这样做了做了 大概做了七八天 原来有耳朵这么样的 紫的盘 一个大块 车祸这么 大概创得特别严重 我坐了七八天的时候 他那大片子 就拉了两天血 哎呀把我去高兴 你为什么啦 我就知道 这个紫的也退了 一天一天都不见了 那血没了 拉出来的全部血呀 里面是淋漉雨血 自然的就出来了 我是余老师的媳妇 那天是十二月二号 我们出去到海北 去关清游戏了 亲友关上我 回走的时候来 出车祸了 我不知道我摔成这个样子 我慢慢慢慢 到半个月以后呢 我才恢复成 有记忆的样子了 我现在呢 在家里能干一些零碎的活 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 从死亡中 拉回来的一个人 我现在恢复成这样 这个原始点太了不起了 大家现在看一下 我做一下我的原始点的 恢复的状况 我以前的话 我这个胳膊这样 伤都伤不来 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 我的这个动作 你看我的这个 现在四肢都挺好的 现在都挺好 我时间就有没有 我会拍摄 我喜欢的状况 我要做一个